国内食品大厂南桥化工向国外进口食用油 不过报关资料却显示为工业用 昨天引起了相关单位的质疑 南桥董事长陈飞龙青上火线召开记者会 产卿绝无此事 今天陈飞龙再度在世贸召开了记者会 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记者钟馨仪告诉大家 强壮有为的一个国际公司 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所以这是这次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那我们会刻骨铭心的 记得这次的教训 来改善来增进我们的作业 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要表达说 因为我们的疏失 所以造成我们的客户很多的不方便 他们的财务的损失 造成很多消费者 他们的购买东西的不方便 这都是我们的行政疏失造成的 那还是幸亏说 这个事实的证明说我们的原料是对的 我们的产品是对的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还给我们往后继续可以走下去的一个生机 我想要表达的大概是 是在此时此刻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在等待我们卫福部给我们好消息的时候 我想是不是请各位媒体朋友 有什么指教 我们就请大家提出来 我们也不能够像那个守夜一样 一只守守到天亮 所以大家世界很宝贵 谢谢 那目前国陪的部分 在南桥这边有没有一个共识了 今天早上有 我忘了哪个媒体朋友碰到我 也谈到这个事情 那我也讲得很清楚 昨天早上 我们很热烈的期待说我们的文件 能不能在12点之前送到 因为我们听了署长在电视上讲 说假如这些文件送到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证明说我们的这个是原料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推想说如果证明原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可以不要下架 不要下架就不要造成所有的损失这样 这我真的是我那时候的心中的期待 那但是一直到昨天下午 到下午的时候呢 我还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确认 说我们到底可以不可以不要下架 但是事实上在市面上 所有的所有的客户都在下架 都在下架 那你可以想象到我心里面有多着急 这个一下架 一千多个这个商店都不能再做生意了 一千多个商店的客人都不能够再买东西了 那这个损失有多大 虽然我的客户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讲说 这个要跟我索赔 也没有一个客户说要退货 他们都是好的商人 他们都乖乖的听政府的指示下架 但是下架意思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们遵守政府的这个指引 但是他们没有退货 没有退货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他们的信心里面 对南桥是还有期待的 他们不相信说南桥货应该要马上退回去 他们马上可以进别人的货 这些这些都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我的压力更大 压力更大 所以我们所有这些一千多家 有的很大有规模有财力 可以应付这些变化 或者他也可以希望我将来陪长他们 但是很多比较小的客户 他每天的这个财迷油盐 他的生计就在那里 然后他是社区的这个商店 社区的客人就是要靠他们来来维持他们的买卖的习惯 生活上必须的东西 一旦产生变化了之后 这个客人跑到别人那里去 什么时候他再回来呢 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沉重的一个负担 那这些都是我能够理解的 因为我跟他们一起成长 一起打拼了 大概有四十年 每个客户都好像我们家庭的一个分子一样 他们的好他们的坏 就是我的好就是我的坏 所以这种感受在那里 到了五点钟之后 我在电视上看到 这个署长没有谈到这个 这个外国的这个证明书的事情 他谈到说南桥是违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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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那个题目呢 好像有一点是在谈另外一个题目 而本身这个要下架这个有关的 影响到所有人的权益的事情 陈飞龙强调一切都是行政书师 为了造成民众的困扰再次致歉 未来也会增进公司的专业能力 并且也是再次的重申原料是绝对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这是陈飞龙最新的现场说法